嘿 干嘛 你在干嘛 没干嘛呀 没干嘛 没干嘛 搞得跟小偷一样 你又不伤害什么东西 没有 没什么 嘿 把手机放藏在干嘛 你跟 跟谁聊天呢 哎呀 没有跟谁聊天有病啊 嘿 没有 没有 你这个表情 嘿嘿 我啥表情 拿出来我看看 哎呀 没有啥 高快点哈 嘿 偷偷摸摸的 肯定没什么做好事 嘿嘿 偷偷摸摸 这个没好事了 哼 不然呢 手机还在那儿藏着呢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这真的是 哎呦 这啥 哎呀 哎呦 我靠 软职员 吃饱硬了 咋 砸了吗 还开始买这些东西了 买啥东西嘛 这不是 这是不是基金啊 嗯 你个哪来那么多钱买市买基金啊 我自己的钱呢 你还偷偷摸摸藏那么多私房钱 我还偷偷摸摸自己钱 都是我心股肉症的好不好 我这不是这几年 这三年不是做生意吗 然后每年就拿一点出来 本来本来就想给他那存了 以后他是上大学嘛 那存在银行卡嘛 我就想的那个利润又低 又没有 那个钱又死了 利润低 你玩的来不利润低 那让我看看 哎 我靠 妈的全是绿的 那就是昨天绿的吗 有绿有红的呀 有涨有跌的呀 这个是我 我问我妹了 你也知道我妹是学金融的 上次那个 我也不多啊 就两万多块钱 你也知道我妹是在韩国学金融的 然后我这个钱呢 就放银行卡 我觉得利润太低了 也不多啊 就两万多块钱 我就问他现在能不能有什么 能不能投资 没有想到能利润多大 就比银行高一点就可以 反正这个钱放银行卡里面也死了 我也不想用 因为是想给娜娜 存了以后上大学 反正我这个钱也放个银行卡 也死了对不对吗 也是像公级一样 没什么用处 而且我也不想用 因为本来想的就是给娜娜留的 也每个月存点给她 以后上大学用的 所以呢我就问我妹能不能有什么 投资比较安全的 她说现在股票呢 我也不会玩 而且风险又大 所以她就说 这几年呢 在中国就 基金是比较火嘛 安全也是比股票安全 所以呢 我就发给她几个基金 我看到那个 选的都是基金经理的 就是那个优秀经理 然后就跟着他们买 然后发给我妹看那个评估 我觉得好的话 她就推荐给我几个 然后我就买了 买了买了 去年买了一大半年也装了点 今年呢就下半年也跌了 但是这个月又涨回来了 反正投资嘛 有涨有跌的 反正我没亏就是了 哎呦没亏 你啥都不懂还去买这些东西 我本来就是两 你看我本来就是 我本来就是只有两万多块钱 现在就是上一万七了 我都挣了一万多块钱了 哎 那么多十方钱拿来买这些 哎真的是 这是十方钱吗 这个是为了女儿的未来好不好 又不是我自己 嘿 如果我有多少钱拿来 全部都拿来用的话 以后女儿涨大了涨班 嗯 要给她留点 以后以后万一要需要用的时候呢 对不对嘛 嗯 反正钱也是我自己挣吧 又又没没透没讲 哎你不是 你不是外国人买不到那些吗 你怎么弄的 基金啊 嗯 你也知道我的店都是 就是用你妈的卡开的吗 然后我用了她的银行卡 你看我用了她的银行卡 买基金啊 中国人可以买基金啊 嗯 我是外国人买不到嘛 我用你妈的呀 嗯 我这里也有卡了 那我买不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外国人 外国人就买不到呢 你肯定啊 外国人 我本来是想用我的银行卡买的 但是我买不到 我不知道为啥 外国人不允许参加这些 哦 你自己小心点 不要贪心 买了万一亏了怎么办 哎呀 投资嘛 有亏有赚了 反正就是这个 我买的这个比较安全 而且亏 亏亏的不了多少 而且现在我也赚了 对不对嘛 赚了就把它卖了呗 卖啥呀 我想要等到年底 因为它这个月下半年不是跌了吗 跌了下半年 然后这一半年就涨了一个月了 下半年肯定要涨了 你这个铁公鸡还舍得花那么多钱买这些 我铁公鸡嘛 在生活上是铁公鸡嘛 但是投资嘛 有时候有赚 有赔的 这个我还是懂的 而且玩这个啊 你不要 你不要就是太着急 一跌就卖 玩这个最少要一年两年 要放在那 肯定会有赚的 你着急的话是 是亏的肯定 就算是股票也是 股票还是基金都一样的 着急的人生做不了 买不了 知道 嘿嘿 现在赚家了 赚家了 赚家了 赚金赚家 嘿嘿有什么需要吗 可以问我 我已经成为赚家了 手在那吹牛了 天天就等到9点吧 之后就看涨还是跌 我这个也是 本来我就是个铁公鸡 然后我放那么多钱 买基金 然后每天等到9点半 最后就看的那个评估 哎呀 我也睡不着觉 我等的年底 我把它卖全部卖了 不玩这些了 真的 玩这些对我来说 对新疆不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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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